各位好,现在是上午11点37分 先提提大家 在我youtube频道里面 youtube.bennyleung.com 或者在youtube频道里面找我的名字 这里有一个叫community 社群 按进去 还没开始的 我按进去之后 在这里我已经放了一个投票站 一会儿12点钟就让大家开始投票 找到了 迟到星期日的实验中 48小时内 给你五个投票 中国铁塔 比亚迪股份 农业银行 中国宏桥 和ASM Pacific 这五个投票 看看大家 最想我下个星期 重点分析哪个股票 如果这两个都不适合 怎样呢 在一个comment里 在comment里 譬如像 上个星期 给大家看 上个星期大家有comment 比如说 这里有个人就想 他就想 听七八八 这个人就想 听哪一只 最多人选一只 我会放在 下个星期 的投票站里面 那五只 其中一只 给大家投 先看看 港股 今早 就 有 一些利淡消息 跟着 美子 期货 走势向淡 很明显向淡 现在还在低位 正在 看见我们的五大指数 全部都掉头 只得分 公用股 只得分公用股 原材料业 也有得 原材料业 和工商业 股票也有得 跌幅 相对大 这是正常的 因为现在 1点几个百仙 2点几个百仙 科技指数 3点9个百仙 都是正常的 因为波幅大了 很多 港股 跌的股票数目 全部 五个板块 都是跌多个星 亦都是正常的 看看 我们的 港股的恒生指数 期货是8月份 阴阳烛小时图是如何 阴阳烛小时图上面 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现在 一个两个 三个好两个盘 还是偏好维持 转淡了 RSI 率先转淡 STC %K 就在 11点钟之后 跌回 %D 下面 出了 平好仓信号 这个不是公信号 平好仓信号 有什么分别 大家看我的电子书 再看 匯远 比对 这段升上的幅度 由这个低位 24743升上的幅度 回跌幅度 很少 其实 可以接受 正常的 看看 国企指数期货 国企指数的情况 这段升上的幅度 就是 是比较上 略差 为什么呢 因为 价位 9137 在保利加通道中族 附近浮沉 一时略高 一时略低 正式来说 价位 高时 三好两担偏好 低时 两好三担偏担 比 蓝筹股差一点 科技股 都是这样 都是这两个 STC MAC RSI 转胆 形势没什么大分别 港股是一个 较大型的反弹之中 一个正常 即使回吐的阶段 然后我们再看现货主板市场的非散户主动买股比率 52比48 又是一样的 和过去五个交易平均的 51比49 没什么大分别 暂时录得资金程主动买入连续第五个交易日 而30亿左右 低于平均的55亿5000万 33个行业内 资金程主动买入最明显的 有14亿的汽车业 和11亿7千多万的半导体业 其他就不多 2亿多 第三位 化学制品业2亿多 他们的主动买股比率 刚才说的 两个都很漂亮 高过60比40 化学制品业也高过60比40 这三个就是 资金在跌市中依然投入的 入市 抢货 数货的对象 表现最好的 第五位升幅 是0.2% 到 1.9% 半导体 电信服务业 工业 汽车业 公用事业 半导体业有64比36的主动买股比率 非常漂亮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汽车业 没什么特别 再看看 五大被动买卖 冤商 托价 4间托随腾讯 JP Morgan 美林 高盛亚洲 中国投资讯息 至于他们买卖加盟的金额不符 大家自己看 看看哪个参与 程度最高 而压价 就在 五个 不同的股票身上 接着我们再看 想看美子期货 先看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现在最新 是4378 4378 今天早上开市之后 恒生指数最高 26151 26151 就是比 特利值 略高 不算太差 当然我们到不了 第一个即市重要 所力位 现在变成26699 但是最低位 25768 下跌 到了第一个即市重要支持位 之余 是 略为接近第二个即市重要支持位 即是下跌动力 今早早 到现在为止 是 增大了 这也是正常的 先轮 连续两三个交易 主要两个 急跌 然后昨天大反弹 大人再反攻 今天 7月份 广场外 股票期 及到期 都是合情合理的 五个指数 我们全部 都比美资期货表现差 最差的就是科技股 是偏低的2.1% 最好的 相对的 没那么差的 就是综合指数 都要偏低0.8% 日本 上海 深圳的偏高偏低 自己看 以后不说了 放在这里 一看就看到了 反而我想讲讲 就是EAS 估计结算价 在刚才 看看 我记得了时间 11.25分的时候 11.25分的时候 恒生指数当时EAS 报 26032 跌得很快 博企指数是9243 亦跌 科技指数是751 亦跌 加上三个指数 都是低 比EAS 表现 不一样 今天下午收市前 好有多难忘 收服失地 最多都是有些反弹 在这个位 在家旗前 做好 博反弹 不太上算 至于过不过周末 风险高 我不会鼓励 不是代表星期一 不会升 通常 我会有信号支持 有直播率支持 才会入市 不会乱博 希望大家 明白 审慎的投机方式 投资要审慎 投机亦都需要审慎 今天重点分析是 快手 今早下跌了很多 跌了8.5% 现在要报108.8 走势 一开就跌了 然后再跌 再跌 高位 跌的位置 是184.9 这就成为了 高位开市位 成为全域最高位 亦都是 即使一个新的 阻力位 这只股票波幅 很厉害 80 恒生指数是30 恒生指数是2倍多 可想而知 你卖什么股票 是风高浪急的 不坐船 不要乱乱上这只船 这不是船的船 接着我们看资金流向 资金流向 暂时非申户主动买高 47-53 货货多一点 不明显 跟过去五个加日 53-47 情况刚刚调转 很漂亮 连续20个加日 录得资金正主动买入 今天到现在是3200多万 当然不够过去五个加日 平均的1亿 现在的即使阻力 是110元 111元 这团最长的 即使支持 这么短就不可靠 不过都看一看 108元 搜不到108元 麻烦一点 希望搜到 上面110元附近 即使阻力 应该很大 即使阻力 在所有大户 普通大户 特大户 和 超级大户 我特意说 普通大户 如果说大户 特大户 超级大户 大家可能会混淆一点 我说普通大户 加到普通两个字 总共有 9宗成交 主动买股比率30-70 明显是货多 加权平均价 109.8 1,4 如果特大户 特大户 就得 打错了字 没错了 特大户 只得一宗成交 这就是没止急大户 这宗成交是货的 111元货货 大户就 按了个市内 一股票给他 快手 今早托价的主要是 三间 JP Morgan 中银国际 富度称券 至于他们的资金净备 和买入不毒 在这里 1,060万 1,060万 至 2,370万 价位托价 平均 110元 压价是4家 极信亚太 高盛亚洲证券 Credit Suits 和花旗环球 都是差不多 1000多万 1000万至1800 不够 压价都是180元 180元就是关键位 很明显 我们跟着看 图表 快手 快手的图表 日线图上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RSI 就是 暗示 险首 在五天平均线上 STC 严重超卖 不过 STC 现在的%K 是高于%D 两个 仅仅利好三个淡 形势是偏淡的 保利加通道底部 就 扯着股价落 一路退 令到 下跌空间 继续扩大 会否再创新低 低于105元 机会 不低 这些股票 挂牌卖卖之后的走势 一路都会向淡 这些股票 从来的走势 一路都向淡 短线 都不会考虑的 这些股票 至于反弹 很明显 第一个反弹 短期计 就近128元 这个高位 站到128元 我们才看 上一个高位 145元 145元 那够了 不要看太多了 如果你看 我要看这个 不是不行 可能贪心一点 165元 167元 不是165元 167元 这个高点 看三个位 再跌的话 我怕它一级 低于一级 这些股票 跌这么多 弹一点 又再跌很多 再弹一点 如果又再跌 这些股票 可以是 多低 直播率不够 不明智 不会充有 中期的 形势 中期形势 都是12345 全部的 但 那倒是不太好 12345 5支阴族 5支阴族 连续 很麻烦 还要现在 其实上个礼拜开始 应该是 没错 已经跌低 保力加通道底部之下 报收 中期 不要考虑了 长期 有这么少 交易记录 没有什么可以分析 最后 都是翻译 日线图 看看 真是 一级 一级 跌下去 如果我真的要反弹多些 中期 行不行呢 我又尝试和大家计算 不要计算 不要太高兴 不要太高兴 OK 由这个跌浪计 我们就 受由这个跌浪计 211元 跌下来 最低 是见过 105元 211元 对一对 105元 没错 这样看 反弹目标是如何 第1个位 第2个位 我说中期 中期 因为跌得很长 短至中期 应该说 不太中 第3位 158元 暂时看形势 12点 就去投票 6分多 投票支持 然后 明天 会在投资影音分析 有一段新的 分析 明天说什么呢 都是跟投资有关的 题目我未决定 明天说完之后 下午就要打第2支 第2支针 休息之后 星期日 和大家上投资影音教育 到时见 多谢各位收看 祝大家有愉快的周末